我们大家都知道声音传递的方式有两种 分别是气传导和鼓传导 也就是说鼓传导不会通过我们的耳朵 由于是颅鼓传导也不经过空气传导 声音的能量衰减变少 音色变化也就小了 那么我们还会平时戴普通耳机的时候 时间久了之后 耳朵会觉得不舒服 那么这款耳机 它既不会漏音并且防汗 但是在对比之下 普通耳机沾上汗之后 会偶尔发出轻微的刺拉声 我们也都买过其他的运动耳机 在运动的时候非常容易掉 得经常往耳朵里塞耳机 而这款鼓传导是绝对不会掉的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 由于是鼓传导耳机 所以我们戴这的时候也完全不会影响 听到外界的声音 所以如果在户外跑步的话 戴着这个耳机会相对的比较安全 并且还能够听到汽车的鸣笛声 请看下来